男人才六十那方面竟然就不行了 明明一晚上才折腾了六次 这宝心让何寡妇颇为不满 眼看老许逃出红彤彤的钞票 何寡妇这才行满一组罢休 可很快她就发现 老许给的钱里全是一些毛票铃钞 为了让男人掏出所有家底 她又开始一顿摸索 找弟子了 我了 看着何寡妇灿烂的笑脸 老许既憋屈又心疼 媳妇还没娶到家 财政大权就交了出去 可她又明白 何寡妇摇钱只是为了工上大学的女儿逗逗 所以就算搁点血也心甘情愿 两人年轻是本事初恋 可何寡妇后来却嫁给了别人 老许没什么本事家里悠穷 只能当了一辈子逛逛 谁料一年前 何寡妇的男人竟意外去世 而这对旧情人 也顺理成长走到了一起 她知道何寡妇目的不纯 但还是想和对方结婚就个办 可老许还有一个秘密不敢说 她少年时曾独自到山里打狼 结果不慎钻进了狼屋 当她三天之后再次醒来 就躺在公社的卫生院里 而下面却被狼给叼跑了 这成了老许一辈子的伤痛 也是她为何不敢让何寡妇触碰的原因 但人老了就格外渴望有个家 为此 老许特意套了个良辰几日 准备郑重其事地迎娶何寡妇 然而就在两人手挽手 要去领结婚证的路上 搭乘了三轮车 进步盛滚下了山坡 恍惚间 老许听到了何寡妇在跟她说话 何寡妇还是硬程下帮她照顾逗逗逗 谁知话刚说完和寡妇就一命无虎 老许的结婚梦这下彻底破碎 还因此背上了给豆豆赚学费的重任 无奈之下她只能拿着自己辛苦攒下的两千五百块 到城里给这个陌生女儿寄学费 水料乌楼片逢连夜雨 这些钱竟在公交车上被全部偷走 老许急得直哭可就算警察来了也没能帮她找到 为了当初硬程下来的事 她只能留在城里捡破烂 想得尽快错过两千五百块 给豆豆寄钱去 然而一个没本事没熟人的乡下人 想要在城里谋生太过艰难 六十多岁的老许只能推着破三轮见破烂 没有地方住 她就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没有东西吃 就捡别人扔掉的垃圾和省饭 艰难的日子里 豆豆的照片成了老许唯一的精神之助 这期间 她甚至还收留了一条同样可怜的流浪狗 然而流浪并不是长久之计 这天晚上 老许刚准备睡觉 就发现身边的小狗不见了踪影 她急忙起身去寻 谁知自己的被褥 竟在这时被城管当垃圾捡走扔掉 这一夜 老许真切体会到了凄凉和无助 她被冻得瑟瑟发抖 第二天实在了的受不了 才敢走进一家炒饼店 想要吃点东西过府 可倒霉的是 结账是她才发现 身上的钱根本不够 老人像畜生一样被拴在桌腿上 大拉着脑袋毫无尊严 这引起了旁边小伙的注意 咋嘞 煮饭差钱吗 不让做 差多少吧 差一块 也许是出于热心 小伙顿时勃然大怒 她一边痛斥老板不把人当人看 一边又从一个女士钱包里掏出一千块钱 嚷嚷着老板都做成炒饼 可老许只吃了五六碗 就撑得再也吃不下去 不过她十分庆幸自己遇见了好心人 但很快 老许又面临新的难题 因为影响失荣 派出索勒林她不能继续睡在马度上 无奈之下 她只能到处寻找最便宜的房子 看到最后 也只有一件破败的姚东符合她的条件 可这屋里黑乎乎地不说 还放着一口棺材 这让本就胆小的老许整日提醒掉蛋 就连一点小小的想法 都能把她吓出一身冷汗 很快又到了二号 那是她给痘痘寄生活费的日子 这天一大早 老许就背着自己辛苦攒下的五百块 晃晃悠悠来到了银行 一元五毛的钢绷 让工作人员数得心烦 可老许却格外的安心 她觉得既然答应了这件事 那照顾痘痘就是她的责任 为此 她甚至没给自己留下一分钱 并且还特意请工作人员 帮忙给痘痘发了条短信 来不及歇一歇 老许又转身投入到 简破烂的事业中 可她没想到的是 痘痘很快给她来了回心 说自己想跟同学到三亚看看大海 而机票需要两千五百块 老许明白 这是痘痘在向她要钱 无奈之下 她只能更加卖力地见破烂 甚至为了攒钱 将一日三餐变成了一顿早餐 好在煎熬过后 两千五百块终于攒够 老许心冲冲地赶去银行 可刚走到路边 就被那些红彤彤的糖糊吸引住 机场碌碌的她最终还是没能忍住 花一块钱挑了最小的一串 然而存钱是她才发现 那两千五百块刚好差一块 没办法汇垮 没事大爷 我帮你见一块吧 看着痛哭不已的老人 桂圆终究还是于心不忍 帮忙补上了那一块 我下次还你 我一定还你 想着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老许情不自禁露出笑容 他开心地回到家 一边洗衣一边唱歌 水料却吵醒了刚刚搬来的室友 潮病 紫妮 看着当初帮助过自己的小伙 老许又咧开嘴傻笑起来 可到了晚上睡觉时 他就再也笑不出来 顺子叫来了 敷紧按摩房的姑娘 吵得老许整夜都睡不着 而更让他恼火的是 顺子为了哄姑娘再来 竟以整理环境为借口 烧到了他辛苦捡来的废品 老许气得追着对方打 好在顺子自治办了错事 第二天便偷偷往他床上 兜了两百块钱 这让两人的关系缓和了不少 同在一个屋檐下 一老一少很快熟悉起来 直到这时 老许才得知 顺子的人生也很不幸 他自有父母双亡 妹妹也被人犯自拐走 从小到大 他只能靠着乞讨度日 老许听得心疼 情不自禁对顺子 生出些许同情 可他没想到 如今的顺子 已经侮辱企图 做了一名小偷 他盯上了老许旁边的 那口棺材 这天称他不注意 偷偷掀开来看 谁知里面的东西 竟让他大惊失色 小女人来 走 来啦 吃一口吃一口 小伙一脸坏笑 硬逼着老头 对美女模特下手 他没想到 六十多岁的老光棍 还有那方面需求 居然在棺材里 藏了一个塑料模特 为了帮老许解决问题 顺子第二天 一早便来到婚介所 自讨要包缴了报名费 想要给老许找个女朋友 可让他生气的是 老许见到女人 就像老鼠见了吗 整个约会下来 他坐在那里 不敢多说一句 相亲对象 实在无聊 只能起身就走 顺子气的火猫三丈 当即朝老许扑了过去 可不摸不知道 一摸吓一跳 他这才发现 老许隐瞒多年的秘密 同时也得知 老许一直在 供养的女儿逗逗 不是她的亲生闺女 这不是你亲女子 你管她干啥呀 一恶扯下的事 板短一句话 却要顺子看到了老人 那颗善良的心 给老许偷来一辆三轮车后 他决定今后改系归正再也不脱 甚至想老许保证 会和他一起供养豆豆上大学 很快 在外地上学的豆豆 就要回家过暑假 顺子陪老许到 给火车站接人 谁料女孩却先给了 他们一个下马威 你看看你这一身 还皮酷 毛领 两千五能看到海马 几票钱都不够 你看这个破地方 能住人吗 豆豆的嫌弃太过显眼 顺子作为外人 本不该插手 可听着屋里老许 低声下气的声音 他总究还是忍不住 第二天一早 便将豆豆拉回了要洞 要让他看看 老许是如何靠 捡破拦弄他上学 你看看 这在什么家 这什么是需要 拿去救的地方 我在里边睡 你那每个月五百块钱 可是从那里 垃圾堆里翻出来的 也许是现实来的 太突然太残忍 豆豆突然被 强烈的愧疚感包围 蹲在地上痛哭起来 想明白一切后 他决定留下来 趁暑假的机会 帮助老许一起赚学费 而豆豆的到来 也让两个男人 感受到久违的家庭温暖 这段时光成了 老许和顺子此生 最幸福的日子 他们一起乘着 三轮车穿梭在街头 就像一家人那样安稳快乐 只可惜两个月的 时光转瞬即时 豆豆要开学 老许也只能继续 捡垃圾赚学费 可这天一早 警察忽然找到他 告知他那辆三轮车 其实是偷来的 心存疑惑的老许回家 质问顺子 谁料顺子竟对此事 必口不贪 他闭着眼睛 躺在棺材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然而第二天 他却独自跑到医院 躲在病房前 偷偷看着里面 身患尿毒症的孩子 原来在遇到老许的那天 顺子刚刚偷走了 一个女人的钱包 可他万万没想到 女人在追他时 居然会除了车祸 当场死亡 更让他愧疚的是 女人还有个 躺在病床上的孩子 而钱包里的那些钱 正是孩子的救命钱 顺子本就满腹愧疚 尤其是遇到善良的老许后 他对自己那肮脏不堪的 过去就更加憎恨 为了给孩子换身救命 顺子决定再违背 良心偷罪后一次 却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 让他兜了新命 他因为躲人从高楼坠下 当老许再次见到他时 他已经躺在冷冰冰的停尸房里 快点锁子 你让我砸活 让我砸活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却充斥着人性的美好 老许的善良和手心感动了顺子 也感动了我们 而他最终也等来了好的结局 你会想起来的